胡幸儿卸任老板娘退股经营多年的婚纱店,原因其实很简单。 近日,胡幸儿在微博上突然发文,称将退股自家婚纱店,在不担任店里的老板娘,于是有人爆料出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胡幸儿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再分出更多的心思来经营店铺,之前一直是婆婆在家里照顾孩子,但是现在可能觉得和孩子一起的时间比较少了, 二来是婆婆年纪也逐渐大了,照顾小孩子可能会有些力不从心。 胡幸儿的这家婚纱店是她和她的朋友合作开始的,由好友姚子宜担任设计师,胡幸儿自己担任行政总裁,总管公司的行政大权,在之前胡幸儿自己结婚的时候, 也是穿了自家的婚纱,包括娱乐圈内的一些明星们,也是给胡幸儿的面子二光顾可有哦,所以可有哦!的知名度也还是不算小的。 胡幸儿在这一次选择退出,在市场开拓这一块,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比较胡幸儿的人脉关系好,联络生意这些也是能帮得上力的,一旦离开,可能会有一部分粉转路了吧。 当日任何一个公司在发展前景可观的时候一般都不会被放弃,胡幸儿在这样一个好的发展点上选择退出,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胡幸儿在结婚以后就生下了孩子,一直以来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对孩子也是比较疏忽的,更多时候都是把孩子放在家里给婆婆带出于对孩子的慕爱缺失上来看,胡幸儿选择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做一个称职的妈妈,不给今后留下遗憾,可以看出胡幸儿的良苦用心,为了孩子而放弃自己辛苦开拓的事业。 第二个原因就是,婆婆的年纪也逐渐大了,总是带着孩子,孩子都比较闹疼,老人家可能有时候也力不从心,一把年纪带孩子多累啊, 毕竟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了,再来一个小孩子折腾不就更费神了吗?胡幸儿应该也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吧,对婆婆,对孩子都自己来亲自照顾,也比较放心。 还有一种声音说的是,胡幸儿卸任婚纱店老板娘是因为婆婆的干涉,婆婆在家里对于胡幸儿的事情有所干预,让她更多时间在家里带孩子,回归家庭。 哲就不得不说,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婆婆还真是挺有威仪的呀,对孩子们的工作事情也要插手。 不过更多人还是觉得,这种说法应该是空穴来风的,毕竟婆婆已经年迈,应该没有精力来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是一把年纪的人,好好过日子不就行了吗? 说这些话的网友也真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的吗?谁家的婆婆干涉儿媳的工作呀,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吗?这样也可能对老人家造成伤害呀。 现在胡幸儿已经卸认了,不再管理婚纱店了,所以,希望她能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家庭,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经营好家庭和爱情也是很重要的呢。 希望她能够在事业上更一步提高,获得更大的成就,活出自我。